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接着跟大家分享我在健身的争途上不断进行改善提高的又一个新的决策 我上周的时候是在梅奥Clinic,叫梅奥诊所 它的一个叫healthy living,就是健康生活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呢,是它的上面是叫做整体性医学,integrated medicine 再上面呢,是internal medicine,就是大内科 所以是这种梅奥诊所,他们非常对健康啊,亚健康这些方面有很多的研究 有一个系统帮助人比较健康的减脂增肌 我参加了两天的这个培训,主要是以减脂增肌为目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已经 主要是关注在我健身的过程中 让专业的教练和专业的营养师 还有进行一下非常基础的测试 比如说运动旁边有几点啊,有一个是就心肺功能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课题 还有呢,就是肌肉的力量 要测试各种肌肉的力量的办法 还要看柔韧性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动作 我这边柔韧性好 你看这边就够不着 好,但这边呢,就完全可以够得到 就只有一套,柔韧性、灵活性、平衡性 还有肌肉的快速能够最大的激励 还有速度和能量 然后还有就是心肺功能的测试 我现在主要讲一下 这次心肺功能测试之后呢 我挺受震撼的 我觉得我以前心肺功能也有训练 包括这种高强度间接性的胸钻 比较HRIT 但是呢,还是不够正规 而且呢,以前我从来不知道 我自己的这个VO2max 这个中文 这个叫什么 我中文名字我现在还没有去查 这个VO2max这个测试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 看这人的心肺功能的 它怎么样呢 就是6分钟的一个跑步机上的一个测试 和那个有心脏疾病的时候测试的那种 那种应激性的测试有一定的相似的 就是你在上面放上incline 就是有一定的PODU 然后再用跑步机的速度开始调整 先跑2分钟 然后再提高难度 然后再跑再跑 一共6分钟就能测出来了 怎么测出来呢 它是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戴着一个面罩 呼出气的时候 你的出去里面的氧气肯定比二氧化碳要多 因为我们人体 大气层里面都是氧气为主 这个身体把这个氧气留住 把二氧化碳排出 在你不需要做什么事 就进行做的时候 它不会有那么多的需要把这个氧气利用的 但是如果你功能越来越要的能量 越来越大 肌肉呢 也都代谢都非常 它的肌肉的运动啊 代谢都很快的时候 它自然这里面的氧气被吸收更多 二氧化碳排出来更高 所以有你看着的线上面是氧气 底下是二氧化碳 但到一个一个拐角的时候 就是这二氧化碳就上去了 氧气还在下面 这个拐角就是你心脏心肺功能的一个最高强度的一个标记 所以它教了我一套训练的办法 就是测你的心率 这个心率怎么测呢 应该是用那种 这儿有一个带子 然后这儿有一个小的传感器 然后冻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感受你的心率 同时呢 可以在手机上显示 也可以显示在这个跑步机上了 但我现在还没有买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现在用Fitbit 这个是我一直用了好几年的 比如你看它都有每天我的心率的变化 我看一下我现在的心率啊 现在心率是82 然后在说话 然后心率呢 就可以看你 它有心率高到哪里 低到哪里 在这个情况下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大心率 最大心率一般是220减去你的年龄 这和实际测试呢 有可能不一样 最好要测一下 但我的非常接近 所以有一个叫做最高心率 这个区间叫五 这个就是最大心率的阶段 就是90%到100% 在这个阶段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心肺功能训练阶段 是80%到90% 所以如果我现在开始一个计划 就是五分钟热身 然后四分钟运动 两分钟休息 四分钟运动 两分钟休息 这样 做三个循环 在做第一个循环呢 的时候是尽量 肯定是要把心率推到 心肺功能就是80%以上 最大心率 然后再休息 最好能够推到90% 这个做这个情况 一定要先有专业人士 帮你测试之后 帮你指导 这样的话 二十三分钟左右 每周两到三次 就可以提高心肺功能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